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 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 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 走方角大小的藝民空間 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 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 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 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 八點到九點 來到城寨 在香港長大 我是主持人 尤里亞Gloria 剛才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海濱發展 應該是橫港愚民的 今天有上來兩位嘉賓 第一位是謝振華 他是保護茶果嶺 海濱關注組副召集人 另一位是陳寶瓊 則如聰 海濱關注組 兩位先介紹一下 你好 我是Kelly 我居住在Jerry沖 我居住了十多年那麼久 可以叫我Fred 我居住在觀塘區 已經接近二十年了 所以也很了解 為何大家關注 我們上一集已經說到 海濱發展影響到香港整個生活狀況 其實我們上一集也提到 公共空間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令到我們有環境舒適 令到我們環境可以休息 以及能夠感受到和大自然環境的相關 這一部份今天多說一些 茶果嶺的發展和執如沖的相關位置 現在先講一下茶果嶺的位置 以及歷史背景給大家聽聽吧 好啊 我想大家需要有一個背景去瞭解 到底現在我們在說茶果嶺的海濱用地在哪裏 以及多大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在圖裏顯示 這個地方其實是位處於 在觀塘區 亦都是交界於茶果嶺村附近 一個近海的一個休息用地 其實這個休息用地是很大的 沒錯啊 我們顯示你看到圈著藍色的範圍 其實這個用地正正是 那條線圈著 有些部份是有些透明的藍色的 而有些是沒有的 而沒有那部份呢 是整個好像一隻船那樣的位置 那個形狀呢 就是現在政府呢 就是希望建議收回這塊地 就用來改建職業訓練局 我想說這塊地4.2公頃 那如果將來職訓局呢 是霸佔了這個海濱的用地呢 其實將會建成那個校舍的面積呢 是有1.6至1.7倍 整個政府總部 天馬南政府總部那麼大 是非常之大 而見到呢 有些是少少透明淺藍色的部份呢 其實就是原先規劃了 用來做一個茶果嶺公園的休息用地 現在政府就說要將這個休息用地 就要改變了 就變成這個政府用地 然後就建VTC了 所以我們就是在爭拗這件事 這個決定很奇怪 因為10年前本身是做一個公園的 現在突然間有那個轉變 他也沒有說 而且好像在職業的局裡 他沒有堅持找這個地方做 他三番四次跟我們說 職業訓練局裡面有位代表的 梁任成先生 他說過很多次 其實我們不是要海濱的 我們不需要在海濱的 其實這個位置對他們也未必方便 正正是的 而且這個位置其實位處於 觀塘那個我們現在叫做CBD 這個核心的商業區 現在已經叫做商貿區了 已經不是叫做工廠區 其實它所引起的交通 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待會我們可以慢慢來談一下 所以這個用地 其實政府答應了建這個 就是海濱的公園和海濱長落 我們要說清楚 海濱長落政府一直都已經說有 現在他很多時候跟我們說 觀塘區的居民 你不用擔心 你還有一個海濱長落的 但是海濱公園就因為這樣 就斬開了 支離破碎 支離破碎 待會我就會告訴你 怎樣支離破碎 我們下一張相片 應該就說多一些 不同的東西 可以 還有你又說多一些歷史背景 還有這個圖也很重要 這個圖很重要 大家要知道 其實VDC的設計將會是怎樣呢 都不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 現在在申請成規會 其實最主要就是討論這兩幅圖 大家在畫面上看到 有一個有淺藍色 好像一隻郵輪 這樣的設定 那個就是VDC要申請改變土地用途 變成4.2公斤 沒錯 真的很大 他就要全部取得 而在圖的另一張 其實就是成規會 在之前過了 你會看到的圖是一個很優美的 有海濱長廊 並不能夠 並不一樣的 是吧 大家都明白 是的 所以這個現在就是爭論點 主要關鍵就是這裡 到底成規會會不會去批准 這個改變土地用途呢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一直以來 其實成規會的聆訊已經過了 我們這一次是 整個啟德發展項目 一共有8天的聆訊 其實其他的討論是只有一天的 就關於現在這個 其中一個項目叫W的項目 我們就去了聆訊7天 我們是發言了7天 跟很多的成規會裡面的成員 他們最初當然是以為我們抓捕 但是其實並不如此 我們每天都提供 是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數據 不同的觀點 去來到跟那些 即是委員去交流 和講述 他們都是讚賞我們的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 因為你們做了報告 做了研究 都已經有個方案提供了給他們 沒錯 還有很多議員 包括了立法會的議員 和區議員 去到表達聲音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屋苑 或者某幾個屋苑的事情 而是整個區域的事情 是觀塘區 甚至九龍東的事情 第二件事 你見到剛才所說的 這個職業訓練學校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位置有多少層高呢 將來如果按照它真的批 因為其實很影響風力 環境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會有多少層 他們不是這樣計算 因為他們有時一層很高 簡單來說 他們60米和70米那麼高 都很高 就是一個非常之巨型的建築物 橫跨了 這張圖就很明顯看到了 我們根據建築師 在他們提供的圖則裏面 我們反映出來 它是一個龐然巨物 放在海旁那裏 六七十米就是三一層 當作一層樓宇 正常來說 你就算得到 真的是一隻船 是非常之龐大的建築物 而裏面的學生人數 是會達到六千個學生 還有八百多個老師 還有教職員 這是一個非常之龐大的 我們由始至終 我們都不是針對VTC 或者職勤工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坐落 一定要選擇這裏 沒錯 而是犧牲了一些市民 一些居民的休息用地 而且這裏用地 在觀塘區 是唯一一個海濱公園用地 明白 我們要分開 不是海濱長落 而是海濱公園用地 唯一一個 明白 因為其實觀塘是很少的 公園也是很少的 但是城規會當日 規劃署的規劃專員 葉子貴先生 經常跟我們說 其實觀塘區的休息用地 他認為有空間 他說有空間 他竟然告訴我們有空間 但是很多都是很小的 如果在觀塘區 我自己都在觀塘區做過這麼久 所以我是知道的 在我們三番四請 有委員即是城規會裏面的委員 在催促之下 他交了一張分佈圖出來 那張分佈圖很有趣 原來所謂的休息用地 其實集中在哪裏呢 就是現在這個CBD的地方 而是有落實到起的 而在所謂的休息用地 在一些residential area 居住市民的地方 全部都叫做planded 是未起的 根本就是圍了鐵絲網 而你是沒辦法去到的 而且有很多是很小的休息用地 根本是一個 簡單一點來說 根本是未實現 所以我們說 難怪當他出了這張圖之後 我們更加證實為何居民去到陳述的時候 說出觀塘區休息用地是不夠的時候 其實他那張圖正正反映了這個問題 剛才你也提到的一件事 查果令都有很多歷史 你也說曾經是一些地方 屬於好像丁地 他們本來有丁權的 他們本來有丁權的 其實這個休息用地 或者這個海濱公園 有一個定名 就不是叫做官塘海濱公園 有一個特定的名字 就叫做茶果嶺海濱公園 沒錯 因為如此 其實我們去到茶果嶺村裡 就找到村長 原來茶果嶺村是很有歷史的 香港開埠 其實這個村已經存在 後來就因為一些行政上 將去劃界 竟然將他們剔離開了新界區 就放了去觀塘 是的 他們其實都很慘的 他們原本是有丁權的 沒錯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這個既然叫做茶果嶺公園 我們也知道在城區會那裡 很著重在海濱公園那裡 應該有一些文化傳統 應該要考慮 保留一下 應該要保留一下 沒錯 但是我們去問那個規劃專員 他竟然告訴我們 他沒有去研究過茶果嶺村的歷史 就是歷史的 他說沒有 他在委員面前講述 他沒有研究過 我說喂 你很明顯是將這個茶果嶺公園 是將它解剖了 然後之後就說 將它這裡塞一點 那裡塞一點的數 都應該似回那個面積 不過原先定為茶果嶺公園 一個整體性是不復存在的 但是原來他不知道有歷史的 我告訴你 就算現在在茶果嶺村 仍然保留在全港只有兩座 用石來建的天后廟 那些石其實是來自茶果嶺的石礦牆的 那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他的廟很有趣的 你看到他的廟是有些金碧輝煌的 原因是來自那裡的礦石 是有一些鐵的物質 令到那個廟是有些閃閃金色的 很漂亮 即是一個山礦的特色 是的 而時至今天每一年還是有天后彈的 因為當日其實茶果嶺村 是林海的一個很重要的 每一部分天后廟都是對海 都是余曼拜神的 保佑祖明哥 現在仍然有天后彈的 而天后彈 他們每一年幾晚都會有做大戲 過去一段日子經常請到蓋明輝 這個大老官來做大戲 而很多官堂區的居民 這個就是天后廟 到時至今日仍然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天后廟 全港只有兩座 石製的天后廟 那現在時至今日 仍然是很多官堂區 即是那些老一輩的人 很喜歡去到天后彈那裡 去看 而當時整個茶果嶺村 都會插上一些直番 一個天后彈 非常熱納 而這個天后廟裏面 還保存了很有趣的 他們不止拜天后的 他們拜四個神 那裏面又有關公 又有媽祖 其實現在有很多土地是這樣的 現在有很多廟都是有趣的 很有歷史的 那裏面還有一個將軍 那將軍的名字 我這一刻真的不記得 那將軍當年 是在九龍城的一個將軍 其實當時他們的衙門 跟九龍城也很有關係 當然 跟牛頭國也很有關係 所以是有四山的文化在裏面 所以茶果嶺村裏面 除了茶果嶺的天后廟之外 很多歷史文化仍然在呈存 還有他們有一隻龍舟 叫合二龍 那這個合二龍 當年他們說 在油麻地那裏 是所向披靡 連續五年 即是經常拿比賽贏 經常都贏 而這隻龍是多大呢 是坐五十個人的 哇 很厲害 五十個人也不容易 他們爬完龍舟下來 一吃飯 就一拿一拿菠蘿包就不斷吃了 然後連續五年 他們都是贏的比賽冠軍 現在這隻合二龍仍然在那裏 當年那些合二龍 裡面的釘 是在英國訂回來的 這麼厲害的 所以他們是很多歷史文化的東西 這隻合二龍 仍然保存在那裏 非常之美的 非常之美的 而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 應該融合在茶果嶺公園裏面 沒錯 大家可以理解一個歷史 沒錯 村長跟我說 始終茶果嶺村 現在都是一個叫做寮屋區 將來終有一天會被取締 而他們就很擔心這種文化 隨著政府取締就會消失 他們正正希望在茶果嶺公園裏面 將來就很多這些文化活動 搬發下去 在那裏做大戲 更加配合水的文化 這件事就很重要 VDC 它又不是蓋那個 跟歷史環境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又不是要蓋那個海原訓練學 也不一定要那裏 老實說 那個位置我都知道 其實不方便 我都看不到 跟交通有什麼便利 對於學生來說 他吃東西也要考慮 交通也要考慮 怎麼樣呢 沒錯 其實呢 剛才看回剛才的地理位置 他在那個位置上面 他怎樣影響觀塘區的交通呢 其實都是一個我們非常擔心的問題 我們很有趣的 一般來說 市民不會去研究那些顧問報告 那些顧問報告呢 就是那些叫做Faceibility report 沒錯 就是去告訴那些 城規會的委員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的人 其實沒有問題的 那些交通和風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影響那些風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們竟然在那個交通評估報告裡面 他們說研究過了 就不會影響現在的茶果嶺度 甚至觀塘區的交通問題 原因就是因為觀塘區的交通問題 已經很嚴重了 他們不會再製造更多問題 那麼有趣 就是嚴重了 癱瘓了繼續癱瘓 就是很差的 我不會再深化個差 但是這個問題不單止如此 我們去到城規會 拿那些文件Hard Copy 你網上拿不到的 你上到城規會裡面 拿回那些TIA report 影響得黑白 我們就續頁影響 然後我們找了一個專家去研究 就是規劃的人 他懂規劃的 這個專家是 那是我們其中一個成員 他看完之後 發現那個報告書 竟然不將 開圓道 那些junction pointer 擺進去 那個model裡面的計算 那麼奇怪 然後我們就在城規會裡面質問 為什麼不擺 他最後的解釋就是 就說他們自己的big data 即大數據裡面 其實都有的 但是我們很明顯在 那個交通評估報告裡面 他是沒有擺的 但是他將 觀塘市中心裏面 御民方的交通 又擺進 平衡報告裡面 所以我們很懷疑 他是取易不取難 而令到交通報告 是可以通過 令到條數漂亮了 令到條數漂亮了 而且他這樣解釋 就是很不合理 其實公園的重要 就是除了環境之外 他真的將一些 骯髒的空氣處理了 慘了 這個更嚴重 你知道觀塘區的空氣 會否相當嚴重 這個 早兩天已經有個報告說 就是越窮的地方 P.M.D.5 越差 觀塘區又是其中一個 反正多年也是 我還想說一件事 剛才可以看看 剛才那張圖 原先的對比圖 其實現在在海濱 已經有一個 很不正常的設定 你看到中間 在綠色部分 有一個橙色位置 那是一個石油氣家氣站 就放在海濱 這個石油氣家氣站 全九龍東是只有兩個 而這個街氣站 不是我們普通人可以進去的 一定是給的士和小巴進去的 現在這個街氣站 在公園附近 在公園附近 這個也是一個臨時用地 都是去到2020年的租約 但是現在隨著新的規劃圖 你去留意一下 藍色有淺藍色 他們申請改劃土地用途 因為它要坐在VT車上 他們把這個石油氣家氣站 搬開了 搬開了 加大了三倍 更危險 面積加大了三倍 你會想一下學生 和整個校舍會怎樣 這個是會發生的 有機會 這件事他有辦法去解決 他有辦法解決 不過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要把石油氣家氣站加大三倍 剛才是說他的交通 為什麼不會形成在茶果嶺道的大劑塞 他說因為他要加大石油氣站 然後將所有外面排的的士 引入去 在海濱的用地裏面 就排隊 那怎麼走出去呢 你看到有條路 撞開了進去 其實這是一個極之錯誤的做法 因為他將所有的的士 引入去之後 那出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其實引起更加多的士在外面排隊 因為全國九龍東 只有兩個這些加氣站 因為為什麼那些的士要進去加氣呢 其實其他那些加氣站 那些的士都可以加氣 但是為什麼這個加氣站 會特別引得多的士去呢 價錢便宜一點 價錢便宜一點 因為政府是以一個免地價的方式 就租了給中石化 多少年呢 暫時到2020年而已 小那個 但是如果將當這個新的規劃是完成之後呢 即是無形中就將這個的士加氣站 拖廠去 還有很多的士會進去 我想問 這個海濱長廊也好 或者他所提供的後面 你看到一些綠色的優器用地 都好 將來呢 我們所有的優器用地呢 就圍繞著這個這麼龐大的加氣站 是 追風刺 它還會有很多污染物的 沒錯啦 這個就是問題 那個 規劃專員 葉子國跟我們說 他說其實石油氣這種燃料呢 的污染是比較低的 是 所以有一個比較低污染的污染物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呢 那它跟柴油比啊 當然 是的 它講柴油 但是問題呢 的士已經有很多報告出了 的士他們那個轉化劑 那個部分呢 我忘記是那個離合器啊 還是一些組件呢 他們是經常沒有去替換的 所以它是超標十倍的 對啦 經常都排污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將來呢 我們無論在海濱長廊 或者是所有的優器用地 我們就不停在呼吸 呼吸一些廢氣 就廢氣了 這個是證實了的 而 我們當日呢 亦都跟他說 亦都造成很多危險 因為呢 你看到那條路呢 其實是一個 dead end 是一個經驗來的 沒錯 將來呢 我們所有的去海濱的人士呢 就會在這裏穿梭 跟那些的士在那裏爭路 哈哈哈哈 還有我們在旁邊跑步 做瑜伽的時候呢 就很多的士就排了在那裏 廢氣 你就去吸那些廢氣了 那就沒意思了 整件事就破壞了 是的 其實就更加需要 其實公園的意思就是 就是幫你排那些 骯髒物嘛 阻擋一些東西嘛 我們 沒錯 我們呢 其實呢 剛才都說 我們專家不單只研究 它的交通報告啦 我們還研究它的風向報告 是的 你看一下現在 那棟龐延大物60 MPD 即是60米 和70米高的那棟建築物呢 其實是絕對影響了那些風向 沒錯 那些風吹過去 就是彈過來的而已 最後呢 我們是找到 它們在自己報告書裡面 其實那些風呢 就會第一 在那棟建築物的旁邊 就會積聚在那裏 不走 沒有風的 而那些污染物呢 是吹不散 是的 當風向轉變 全年的風向有不同的方向嘛 如果當有些風吹的時候呢 就將那些污染物 完全吹進去 那些剛才所見到的 休息用地 這個是一個極之不負責任的結果 而竟然 顧問報告裡面去取考 它將裡面那些 它們用一些項目放進去 來評估到底那些風有沒有受影響 竟然呢 竟然呢 那個open space 那個休息用地呢 是 那個你見現在在橙色部分 然後呢 有些綠色 好像兩個正方形擺在那裏呢 它竟然在那裏呢 是沒有擺一些test point的 嗯 他說那些叫做special test point 他就不放進那個model裡面計算 他就將那些撥開了去 而我們當時整個開會那裏呢 除了我們提出的質問呢 有委員也都質問他們 因為這個是根據評估報告裡面 是必須要open space 是要放進去做評估的 對呀 所以我們是有理由相信 那些評估報告呢 都是錯漏百出 和有取考之嚴 又是做好一條數而已 為了做好一條數 因為其實大部分市民老實說 未必真的懂得規劃 也都不知道那樣東西有多嚴重 剛才說了 就是公共空間對市民有多重要 其實未必每個人都理解 那樣的重要性 那麽其實不單止你和我用的整個環境 空氣呀 交通呀 你行不行到 是不是一個適可移居城市 他們沒有想到這件事的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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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件事情呢 我們覺得 再加上呢 我們其實在觀塘區的居民 我們經常都是眼紅別人 流口水別人 因爲香港呢 其實在那個海濱的發展的裏面 一直在發展著 那麽我們呢 其實一直都是見到 觀塘的海濱用地呢 一直以來都是一些污染物來的 譬如以前呢 這裏是一個廢紙 廢鐵啦 那些回收的港口來的 整個觀塘區的海濱 根本就沒有規劃的 那麽我們開始 看見到有些柱光了 近樓頭角這邊呢 有個叫做 觀塘海濱 花園 它叫花園的長廊來的啦 大家都知道 那麽我們見到 好像一路有些東西開展了 一路有些東西開展了 那麽過去這麽多年 雕空了那個茶果 兩個優秀用地 一路都是我們只可以 鐵絲網 因為你看到就是了 或者它是很難到的 乘車要走路整45分鐘 好像據問 35分鐘 心想要走路 如果你看到哪裏計算 如果在藍田地鐵站出 你走到下去暴程 都要20分鐘至25分鐘 那麽說 如果VTC有時都說 我們將來學生 很多人都會走路下去 我不知道 大熱天時會不會走呢 又或者 下雨好像今天那麽凍 會不會走呢 我相信那些學生 你走到也好 但你真的很不舒服 不會的 所以那個地方 如果說你變成一個VTC 令到學生要去上學 其實都是一個 富士是嗎 不會是學生很願意去的地方 但是作為一個海濱公園 它有一個吸引力 對市民是有很多的 發展的空間 我們記得後面有很多要解釋 剛才你還有很多不同的圖 我可以看一下 可以 可以 這個就是正正說出了 就是維港兩岸 就是保護維港條例 其實是相關的 你見到港島區 縱使則如沖有些問題 或者不同的區域 西環那裡也有些問題 但是港島區 沒有可否認整個海濱長廊和海濱公園的設計 有它的一致性 但是你反觀九龍區的居民的數量是非常龐大 現在發展的人口預計都是14萬 但是只在一個觀塘區 接下來的計劃的人口已經達到70萬 竟然連一個海濱公園都沒有 明白明白 其實這件事是很不平衡的 政府沒有想到這件事 希望將城市更加可移居 減低空氣污染 甚至不同的地區 我剛才提到上一集也提到 能夠透過行走 都已經可以走過去 但其實現在是貫穿不到的 現在看到這件事 有時甚至說到我們現在為了觀塘區 去爭取一個海濱公園 好像說到我們貪心 因為我們有海濱長廊 海濱長廊很闊的 海濱長廊有50米 但是海濱長廊由始至終 政府一早已經承諾了 是海濱長廊加海濱公園 為什麼今時今日 好像描繪到我們貪心的一群市民 說到觀塘區是沒有的 觀塘區的重建其實也影響了很多 以前觀塘區本來是一個低下層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在這裏住 但現在你看到它就希望 變成未來的太古城 其實整件事高檔了 但生活水平又貴很多 連以前的物畫街市也沒有了 整個區域其實以前也有些公園 但那些公園也叫做靠近民居 但那些公園多數都很小 也不是很善用到 如果連一個地方好一點舒服一點的公園也沒有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是呀 尤其是現在經常都在吹噓 發展局局長就會說 我們都很好發展的 因為他上任第一個網址就說 他的正職就是把那個叫做翠平河 其實那是臭坑渠 大家走過聞到就沒有了 就說有一個叫翠平河公園 然後就說翠平河公園有些綠化 但是很多居民都未必認識到 其實這個翠平河公園 只不過是一個補償的公園 這個補償公園的原因就是 他要將成業家的公園剷掉 哦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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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將成業家的公園剷掉 就連隔壁的臨時的停車場 就要變成一個商業的用地 就賣掉 所以觀塘的市民其實由始至終 都是沒有得益 並且所謂的翠平河公園 現在就說到要交給渠務處管理 因為那裡可能會有些潮漲潮過 潮漲潮過是有危險的 你是不可以親水的 你是不可以親水 並且說真的你給我親也不親 他有無理的 所以觀塘區的居民在很多事情裡受犧牲 其實當然也有些參考 不過下一節開始講 譬如啟德河成功將臭渠變成一個名渠 但當然這個地方可否變成這樣就不知道 或者下一節回來再講多些整個規劃是怎樣 好 今年維園年宵搞搞新意思 人民超市推出多款滋味食品 40元就可以品嘗到一家家頂級韓牛 米芝蓮一星級咖喱也只是20元起 還有全部香港製造不含防腐劑的大廚納腸糯米飯 每天限量100隻的5元結狗 連燒點可以不吃盡 用多種香料備製而成的黃金咖喱雞配印度香米 升級咖喱魚蛋 粒粒爽滑彈芽 李朝的韓式牛腊配粉絲 香濃又野味 還有甘香的大廚納腸糯米飯 全部香港製造不幸防腐劑滋味又食得放心 他們用蛇骨、蛇肉、雞絲、木耳和冬菇熬成的大廚納 更加是東人暖胃首選 還有其他特色小食 包括韓式魚蛋蒜 印度榴槤前層餅 美妮菠蘿 還有薄薄薄 快點來維園年燒人民超市餐餳尾試看 Düsmusang ? 當然